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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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下班了 老公 下班不久了 吃多一點點 今天 其實我 剛才拍了影片 很多姐姐打電話給我 關於這個 僱署 怎麼說呢 每個月他有人工 但是那個僱署給他 應該是 4號 收到人工 怎麼知道今至今日都沒有 為什麼呢 那無數要知道為什麼 那個僱署有沒有 有沒有說過 為什麼有什麼事 為什麼會遲些給呢 沒有啊 雖然沒有啊 每個月都是這樣的 官人姐姐都 不是啊 這件事不適合啊 你看著那邊吧 你告訴我 那我呢 但是你應該是每個月的 4號就4號出糧 不會說有怎樣遲 可能是一個月 半個月 就是一次半次 我覺得沒所謂 這件事是正常的 一次半次 或者 他都 出糧遲了一點 他都遲了給你的 一次半次沒所謂 但是沒可能每個月都是這樣的 我知道 我真的問 不是 不是一個官人 因為我今天 收到那個電話 很多姐姐不是 但是一次半次 那個官人姐姐都 之前有透露過 嗯 那我 我 我無可能問那個僱署 我都 那你無可能問的 無可能我問的 所以我叫那個姐姐 問自己的僱署 所以 你覺得 那不知怎麼回答 那現在給你咯 這樣啊 是啊 還在那裡 所以說 會不會香港人 因為現在疫情 但是不用下工人 因為沒有錢 就不用聘工人咯 那這樣是對的 但是來講 可能是 他們 不知道怎麼說 那現在香港呢 那個市道 那個市道 那個經濟 不是那麼好 就是講真的 這件事就是講真的 這個經濟不是太好 所以呢 他可能是 他們都有難處 可能是 一個月 兩個月 希望第三個月 不會了 是不是 那工人姐姐 都有 家人 他會 你每個月定時 然後給他 出糧給他 他都會 寄錢回去 給家人 那如果 幾個月都是 遲了才寄到的 或者是 都沒有寄到的 那家人 以為他 不管家人了 那會不會 又牽連到很多問題發生呢 我希望 希望一件事 僱主 你聘得了 一天 你就要每個月 往後 去出糧給他們 讓他們好 寄錢回家 因為他們都是 定時定後寄錢回去 不是他們自己拿來洗的 是啊 所以為什麼 他們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來鄉別井 在香港做事 就是為了家人 舒服一點 正如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 六點鐘起床 七點多才回來家 這麼辛苦去做事 那我就想 我就是想我老婆快樂 我可以賺到錢 我老婆很開心 我只是想這件事 為家人 為什麼 是不是 如果不是我一個人的 我不需要這麼辛苦 我真的 都是啊 都是啊 我想說 對啊 這個是良心說話 真心說話 希望 你僱主體諒一下你的工人 姑娘姐姐辛苦做事 他們那些都是 其前回家 希望 顧著 體諒他們 準時 希望 就算什麼難處都好 給了他們先 他們其前回家 還要養另外 在印尼那邊的那些家 但是發賴講 因為政府都有講很清楚的 關於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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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之旅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是明白的 姑娘姐姐 在印尼那邊 你們家人裡打電話 為什麼沒有錢 那姑娘姐姐說 因為太太沒有給的 那她覺得 那她沒有說謊 那事實上 太太沒有給的 我知道 我剛才說了 一個月 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 都沒有問題 你做了半年 一年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跟他們 僱主說 希望他們 是啊 體諒一下 工人姐姐的難處 給他們 另外一邊的家 這麼辛苦 是啊 所以 他們那邊是很辛苦的 不要以為好像香港 香港那樣 這麼自由 那樣 不是那個工人都好 但是問題 都是 那有原因 香港打工 這麼壞 那就是 為什麼這麼辛苦 還要來香港做事 是啊 他們是為了錢 你不准辭薪給他們的 那你要他們怎樣 交代給他們的家人 因為 我要交代給他們的家人 因為剛才我幫了 可能講中文不清楚 雖然我老公說了很清楚 我希望香港人 那個僱主 對那個工人 應該收到用錢 都是不給他 是不是 就是希望他是準時出 準時出 是啊 我不要求你說提早 不用 不需要 總之你準時提那個人 4號 1號就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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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希望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都生活愉快 開開心心 好 謝謝 拜拜 Selamat晚 Selamat晚 Selamat malam Selamat malam 謝謝 謝謝